新城乡各部落祭天祈福祭祖的文化祭儀活动 18号是在复兴部落、嘉陵部落、华阳部落和康乐部落来办理 新城乡长何立台也特别前往参与 采小规模的祭天祈福祭祖的方式来办理 同时也祈求花莲和敬平安 110年度新城乡各部落祭天祈福祭祖文化祭儀活动 18号最后的场次是复兴部落 嘉陵部落、华阳部落和康乐部落 新城乡的何立台部落头目 新城乡下面代表田津峰和秋夫和部落主任们 收集酒杯成心成意 在此敬天敬地 祭祖林祈求风调雨顺 四季平安 赐福各族群而进宪传统文化祭品 包括了槟榔、芋头、生姜、南瓜、地瓜、米酒等等 前来进宪给天地祖林 新城乡总共有15个部落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 乡里面各个部落没有办法来 祭办风林祭 及各项的祭与的相关的活动 所以我们集思广益 这个我们的部落的族人 不忘本 新城乡总共所全力来支持 所以在这段期间 风林祭期间 我们因为不能办 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些祭品 给我们所有的15个部落的族人 作为祭拜我们马拉道以及祖林 来做这样祭天祈福的这个工作 告知我们的祖林 告诉我们马拉道 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来办这个风林舞祭 也祈祷 祈求我们的祖林 我们马拉道能够保佑我们部落的族人 平平安安 平安地度过这波的这个疫情 也呼吁我们所有新城乡的族人 对于防疫的工作要做好 尤其是在中秋节这段的期间 我们更需要把防疫的工作做得圆满 让我们族人能够健康 能够平安 礼拜十年度 部落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部落风林祭全面停办 为了感谢天地神灵 以及祖先给祖群里面 护佑以及风雨的祖使 平安幸福 更祈求香气主人们 免受到疫情带来的困扰 能够平安顺利 同时也祈求香气主人们 以及在场每位餐饮的朋友们 能够身体健康 适时平安 记得祝愿新香味道